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理赔就已经确认是我们公司造成的那个货所坏的情况 商户背下逐客令 合同在手 难便利 市客不成可退款 博大教育为何食了言 他是不是你们博大教育的老师 是不是以博大教育这个名义去收的这个钱 就只能说等了司法利亚 就看看还有索尼大人是怎么定的 节目的开始呢 先来关注昨天傍晚的那起突发事件 那昨天下午5点10分左右呢 在长春市卫星广场隧道内 一辆汽车是突然起火 现场浓烟滚滚 那很多人呢 也都在这个朋友圈里看到了这起事故的视频 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的朋友圈也被这条视频刷屏了 这就说明呢 这件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我们昨晚在节目当中 第一时间对这起突发事件进行了报道 那当时隧道内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 相关救援疏散工作又是怎样的 来看我们记者带回来的详细报道 17号下午5点10分左右 记者来到长春南部快速路 夏川卫星广场隧道 在隧道内一小型车辆起火 现场浓烟滚滚 看看隧道里边自燃了 在视频中看到 车辆从车头处发生燃烧 火苗从车头处窜起很高 车内并没有驾驶员 车辆发生燃烧后冒起浓浓黑烟 不断从隧道内溢出 长春交警和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民警开始疏导车辆 并暂时封闭了由东向西行驶的隧道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朝阳大队 出动了两台水罐消防车 一台抢险救援消防车 15名指战员赶赴现场 三名消防员下车查看燃烧情况 及是否有被困人员 首先采用直流水压制明火 火势减弱后使用干粉灭火器处置 经过十分钟的铺就 现场车辆火灾被成功扑灭 没有人员受伤 下午5点50分 由于下川隧道实行交通管制 导致南部快速路 以及从东部快速路 驶入南部快速路的车辆发生了拥堵 从辅助车道 向南部快速路的车辆 排到了近东岭南阶段 很多驾驶员选择掉头驶离拥堵路段 晚上6点20分 交通管制解除 民警开始疏导车辆 有去通过 燃烧后的车辆停在快速路 由东向西行驶方向的隧道出口处 基本已经烧烙架 晚上8点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 起火原因为轿车自燃 现场无人员伤亡 首王都市西然 彭飞报道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 昨天事发时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新区大队华光街消防站 有三名消防战士 是正好途经事发地点 发现前方车辆堵塞 并伴有大量的浓烟 三人是立即下车查看了燃烧的情况 以及是否有被困人员 确认已经报警之后 第一时间疏散了隧道内群众以及车辆 并利用隧道内墙壁削火栓 在未佩戴任何防护装备的情况下 奋不顾身的对火点 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扑救 在此我们也对徐杰 刘翰林 李孟泽 三位消防战士表示感谢 点赞 但同时也给大伙提醒了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是车辆自燃事故的高发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消防安全 认真检查车辆的情况 同时在车里也一定要备好车载灭火器 以防万一 我们马上再来关注一下七伯会的情况 明天本届七伯会就要闭幕了 现在正值周末 来七伯会现场的人真不少 目的各不相同 有的是为了抄低价 有的就是没事溜达溜达 总之虽然马上就要到了闭幕的时间 但是大家的热情依然不减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七伯会的七号展馆 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十点钟 那么本届七伯会将在明天落下帷幕 现在这一时间段呢 我们在展会现场看到 仍然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们前来观展 现场的气氛 依然是十分的火爆 是带着购车意向来的吗 不是 我们只是看的 孩子放假了 带孩子过来溜了一圈 现在应该是快结束了 看看有没有这个促销更大一些的车 看一下可能有喜欢的 然后去店里试驾呀 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现在价位的车 样子呀 然后还有它的性能啊 都都看一看吧 就是想趁着这个多看几种车型 在家的话想的心仪的是那个沃尔沃 还有什么凯迪拉克 到这儿来再了解了解其他品牌 来看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不喜欢的 对对对 在展会的现场走了一圈呢 我们看到有部分的展商 是已经挂出了气博会以来的销量 在我身旁的这个广汽本年的展区呢 我们就看到它的销量是达到了408辆 但是现在呢仍然是有大部分的展商 保持着神秘 那么整场气博会以来 以后是销售出了多少辆车 成交额又是多少呢 在明天气博会闭幕式的发布会上 我们将是聚关注 以上主要都市记者 则旭宇峰为您发布的报道 明天呢就是本届气博会的最后一天了 在这呢也要提醒啊 这个看车逛转会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去的话 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马上呢就要结束了 那要说这个气博会当中的亮点 路面上的房车呢 可以算作是这其中之一了 刚才咱俩还在聊这个事 对 那每届气博会的房车展区 都是人头攒动的 大家很热情 天也很热 那鉴于此呢 本届气博会专门为了方便大家体验 把房车展区由室外挪到了室内的二号展馆 不用顶着太阳咪咪眼慢慢欣赏慢慢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此次气博会的房车展区了 在现场啊我们也发现此次的这个房车生产厂家呢 主要展出的为C型房车 也就是说这个房车在落牌的时候呢 落得为蓝色牌照 持有C1以及C2型驾驶证的驾驶员呢 可以自行的对房车进行驾驶 同时啊由于现在接近展会的尾声了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房车呢也已经售出 这次转销销量还可以 同比前几年的话要有所提高 其中我们家都是国产房车 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的一些路况 我们的每台房车总长度都是6米以内 一般都是家庭使用 基本上喜欢空间大拓展的 我们家在北湖有房车营地呀 现在每个周末我们都可以带着家人去住停一下 非常方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个房车呢 就是2020国内首款对拓展车型的房车 这款房车啊在进来之后呢 与其他的前拓展以及侧拓展房车不同的是 它的这个整体空间呢 是得到了一个对象的拉伸 可以看到在原有房车行驶的时候 闭合的地板在停车的时候呢 都可以成为它的拓展空间 让我们不论是视觉还是整体的感受上 有一个全新的体验 觉得这个空间的大了很多 非常实用 家里基本上几口人出行都没有问题 不像以前那种老式的 可能就是空间要小一些 我也是了解了很长时间了 也是准备买这个车的 四五十万都可以接受 现在这个房车营地很多了 我看这个停放应该都没问题了 这个车厂不是很长 普通停车厂就能停下来 往次七伯会更多的是这种进口的这种房车 然后看今年的七伯会 很多这种国产的房车逐渐多了 而且它的价位非常的合理 五十多万 然后一般的都能够接受 父母退休了之后可以带着父母一起出去旅旅游 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通过采访以及展商的介绍 我们发现 三十岁到六十岁的这个年龄区间的人 更倾向于购买一台房车 与家人出行游玩 同时他们在购买房车的时候 更加注重房车的拓展性 在价格方面 他们更加倾向于购买五十万左右的房车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也有一个购买房车的想法 我们也建议您趁着契博会期间 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二号展馆房车展去 亲自的体验一下 这里是守望都市记者孙俏宫雷为您发回的报道 说到车呢 就得说说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了 下面这条交通违法视频当中呢 说的是妹夫和大舅哥一起违法的事 要说妹夫和大舅哥一般关系都比较融洽 尤其下面这哥俩 那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7月5号下午4点多 煤河口分局的民警在急霜高速 煤河口南收回站 拦下了一辆黑龙江牌照的小型客车 在检查驾驶员的证件时 发现驾驶证是假的 但是民警在调查取证时 发现被套用的驾驶信息 却是副驾驶的 副驾驶有这儿吗 没有 为了稳住驾驶员 民警转移了焦点 将现场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副驾驶的检查上 你是不是开油车 他在家开四轮车 我说你途中你是不是开油车 别打岁 这俩人配合得好啊 这一唱一和的 这不就是在糊弄民警吗 开一鼓了 你叫啥呢 要董事长 慢着 他叫什么名 为什么不是他回答而是你回答呢 其实这个时候民警已经确定了 这两个人是在打配合了 为了确保驾驶员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民警以调查副驾驶有无驾照为由 将其带上了警车 忽然间听到民警这么提问 这位的表情僵住了 刚才还带着笑容 不到两秒钟就满脸乌云了 你这有他这 你这找来的 假的 原来他刚才说的董某 正是他自己 那车里的这位是谁呢 我大舅哥 那是你大舅哥 那是你大舅哥 亲大舅哥 亲大舅哥 哦 原来如此 怪不得是这么的默契 在接下来的询问中 董某彻底交代了事情的原委 他在驾驶证 因为交通照事被吊销 为了能够继续驾车 已被应付路面检查 他便拨通了 半甲证小广告上的电话 花费了150元 利用姐夫送某的驾照信息 办了一套假证 而且姐夫宋某 也是事后才了解到 但再怎么说 也是一家人 用了就用了吧 没想到 还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就被民警查获了 目前 董某因涉嫌 买卖身份证件罪 被梅河口分局 采取了取报候审 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当中 首网都市 一阳编辑报道 6月26号 王先生通过 公主领事的德邦快递 给北京的朋友 是游寄了六瓶茅台酒 因为这个茅台酒的价格 比较高 当时王先生也做了 一万元的保价 并交纳了这个相关的费用 可谁知呢 当这个北京的朋友 收获宴货时 发现这六瓶茅台酒中的 其中两瓶 瓶身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心疼啊 但是王先生庆幸的是 之前已经做了保价 现在申请破损赔偿 应该损失不大 不过理赔中心却表示 你别太乐观 我们只能参照评审损坏 赔你二百元 王先生很无奈 拜托 我那是茅台 不是散白 我是公司领的 在那个6月26号 在咱们德邦快递 发了六瓶茅台酒 给朋友 发到北京 当时因为那个茅台酒的 价值比较贵重 所以做了一万块钱的保价 据王先生介绍 邮寄茅台酒时 他是让快递员来家取的货 在微信聊天记录里 他也跟快递员说明了 邮寄茅台酒的包装要求 邮费加上保价的费用 他一共花了70多元钱 当时我告诉快递员 按照这个包装 再重新帮我保卫一下 然后快递员在这表示 让我放心 但是当我朋友收到酒之后 发现茅台酒并没有包装 里面的气泡座也都发生了损坏 两瓶酒发生了破损 一瓶酒平身发生了裂问 一瓶酒背标完全挂滑 价值就特别低了 朋友做了拘手处理 理赔中心表示只能赔200元 随后记者和王先生 也来到了当时他邮寄快递的 公主领事德邦快递领东营业部 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 王先生确实邮寄过 六瓶茅台酒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以后 他们一直在跟理赔中心沟通 目前正在走理赔程序 最高就能够给您 争取到这个400块钱的这个赔偿 400块钱是根据什么 去赔付它的呀 根据对应的这个受损情况 如果说是花标 这个标已经花了 磨损了是赔200块钱是吗 对 茅台酒啊 这两瓶应该市场价值在5000元左右 发生破损之后 它失去它的价值了 这个东西的话 它实际的受损情况 还是有残余的价值的 主要当时的问题是你们造成的呀 既然给您做理赔 就已经确认是我们公司 造成的这个货损坏的情况 那他这个像评审有这种磕碰 因为这种磕碰 如果说他确定已经是泄露了 可以重新反馈给公司去处理的 领东营业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他们还会继续帮助王先生 跟理赔中心协商 争取在一周左右的时间 给王先生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节目播出前 记者也接到了王先生的电话 你们走了之后 多半快接着我联系了 多半一共赔了 八百块钱 发表的那个赔了二百 一同地问的那个都赔了六百 这一个结果非常满意 然后也谢谢你们 神旺都市白鸽王超 公主领事报道 长江版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传奇兼六工作加生活 实用大机座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人肠胃的金曼南洋白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旦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苗女士在内的多家商户要被迫提前撤场 拿着尚未到期的租赁合同 想想提前撤场的损失 大家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来赔偿 我们市场是从2019年10月10号开的业 当时我们是跟招商经理签的合同 签合同是一年到2020年的10月9号终止 然后是昨天是过来一个男士 他说他是大房东 说得我们老板的合同跟他是到7月30号截止 说是8月1号要让我们搬出 在现场大概有七八家商户正在营业 他们都表示 当初都是与陆园区美嘉兴农贸市场签订的 摊位租赁协议 而且都是在今年的10月9号到期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还没等合同到期就要被撤场 随后这些商户们也找到了市场负责人 商户们表示 当初签订租赁协议时 每家每户都向市场交了3000或5000元的押金 如果到8月1号被撤场 他们最少也会损失5000元左右 随后针对商户们反映的情况该如何解决 记者也向当初签订合约的公司进行了核实 他们已经没跟我签合同 你不是这个公司法人吗 他们不是跟公司签的吗 不是跟公司签的 不是跟公司签的 我明明就是跟那个陆月区美嘉兴农贸市场 这个公司签的合同 反映代表是陆玉祥 现在他就不承认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当初出租该农贸市场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表示 是在去年8月份 他与该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 约定今年7月30号到期 但该公司未按规定时间续约 对此双方解除合同 我们是到日期你就得交钱 提前一个月交钱 你不交钱你就证明你不租了 那人已经往外连你也是正常的 租户和这个二房东签这个协议还没有到期 那是没到期估计我们大房东这头不能管 他那个日期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答应你的 对不对 现在市场这样了 房东也粘我们了 咱们经营这个市场的也得出个人来把这个事情解决完呢 有始绝的有终啊 我们不要求别的 就是租金和押金给我们返就行 也不是要求什么损失 总躲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有什么事情就得面对什么事情 那我希望大房东跟二房东呢 来出面给我们解决一下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我们只能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 守王都市报道 九台的汪同学呢 刚刚参加完高考 本想放松心情好好地休息一番 可是呢 却有一件事是一直悬在心上 原来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他报名了长春博大教育的课程 试听之后呢 发现并不适合自己 便提出了退款的要求 对方当时答应呢 也算痛快 毕竟是试听嘛 学不学呢 都是自愿的 还承诺会全额退款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 还差三千多块钱 始终都没退 就是2020年冬天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一个八天半的高考冲刺班 类似冲刺班那种 然后他们去九台招生 然后我听了一节课 觉得挺好的 就交了6500块钱 汪同学说 他们当时有很多学生 一起将钱交给了去九台招生的老师 然后老师用微信的形式将收据给他们拍照发回 等到开班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了长春上课 然后他说 如果你听一天觉得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回家 然后这个钱 6500块钱会都还给你 然后我听了一天之后 我就回家了 然后后来就赶上了疫情 然后他说 那个老师说 得等疫情过去之后 因为现在疫情都不上班 汪同学说 从四月份 他就开始再次联系收费老师 但是直到五月份都没有结果 从五月末开始 收费老师就处于失联的状态 汪同学只能找到博大教育的总部 把一个负责管总推费的一个老师微信给我了 然后那个老师和收我费的那个老师进行协赏 然后反给我三天零九十 然后我说 那不对 那还有3400亿呢 然后他说 收你费的老师上报的时候 就报了三天零九十 然后这3400亿就不知道哪去了 目前汪同学已经收到了三千零九十元的退款 那么剩下的3410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和汪同学一起来到了博大教育总部了解情况 说明来以后 通过电话联系上了相关负责的人员 之前钱他没有交回来 自己承认钱在台中华 他会转给你 这是他没转给你什么原因 那我里面不太清楚 之前我也跟你说过了 这个我们会配合你去做这个调查 他是不是你们博大教育的老师 他在收取这个钱的时候 是不是你们博大教育的老师 是不是以博大教育这个名义 去收的这个钱 这个收据上写的 是不是博大教育的名字 不是 该负责人说 当时收款的老师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 他们目前能做的 只能是在司法程序上协助汪同学 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 记者也就此问题咨询了律师 虽然校方现在主张 因为老师的原因 没有将学费及时的交到学校 但是这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责任 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 那么双方的权利义务主体就是学校和学生 至于老师的问题 老师和学校之间管理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事 所以学校不能强加的把自己的管理责任 推加给学生来承担 学后记者也陪同汪同学 来到了博大教育所属的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关分局自强市场监管所说明情况 截至记者发稿前 接到汪同学打来的电话 称博大教育已经将剩余的学费 全部返还 并自行追究收费老师的责任 守王都市 木野 宫磊报道 自来水水质红浊 居民苦草 用水难 水是特别浑的 不能饮用 不其实做饭 福天里顶列日 鞋盆灵口 耗食费力 不发人家打掌 那水这东西 做饭的时候也没有 福天盲月水 啥时吃个头 守王公司 今日关注 每年的七八月份呢 被称为毕业季 承载了很多学生的青春记忆 那今天上午呢 吉林省孤儿学校的 70名小学毕业生呢 也参加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毕业仪式 体验丛林穿越野外的活动 以这种方式呢 告别自己的小学时光 我现在准备出开好不好 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曼山里的研学基地 那吉林省孤儿学校的 六年级毕业仪式 其实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那其实他们这个毕业仪式 是非常特别的 很多学生是通过实践 来完成这个毕业仪式 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呢 他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地图 找一些他们所需 一会儿做饭的这个食材 那其实通过这样的 毕业季的仪式呢 也是锻炼了孩子们的 团结协作的能力 记者了解到 为期两天的小学毕业季活动 共有66名毕业生参加 通过户外十几种实践活动 和力气辅导 让学生经历陌生的 有趣的 有挑战的活动 孩子们在这里呢 实验的是丛林穿越 这种那个具有冒险性 和自我挑战性的 这样的一个锻炼 也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毕业季 为他们的六年纪呢 提供一个美好的回忆 攀岩其实是个 很有挑战性的 随着同学们的鼓励 就一时往上爬 直到终点 第一次和同学 到野外来活动 这种感觉 让我非常的开心 希望同学们 在以后的日子里边 努力学习 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 面对未来的生活 我们的情况最有效 我们都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那想要了解的更多呢 就得学会走出教室 亲近社会和自然 近日呢 教育部发布通知 要求大中小学呢 要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 那中小学呢 平均每周不少于一课时 那具体详情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教育部近日明确 大中小学 设劳动教育必修课 小学一二年级 每周劳动时间 不少于两小时 其他年级 不少于三小时 劳动教育主要包括 日常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 和服务性劳动中的 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近日 长春市双阳区 联发两个公告 共有33家事业单位 提供66个岗位 招聘79人 其中专项招聘高校 毕业生47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32人 报名时间 7月27号至7月30号 报名网站为 长春市双阳区 事业单位招聘报名网 由延吉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的 延吉市光浸沟等 排水出口与污分流改造工程 现已开工 即日起至8月5号 橘子街排红沟 半封闭施工 8月6号至8月21号 新村路与橘子街交汇处 进行半幅封闭施工 吉林省图书馆发布通知 因阅览室书价更新 图书价位调整 自7月20号起 暂时关闭四楼北侧 中文保存本图书阅览室 待图书调整结束后 正常开放 在此期间 如需查阅该阅览室图书 可到吉林地方 文献阅览室服务台 提券内阅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最近有件事在浙江停火的 当地有网友在网上爆料说 浙江宁波一家幼儿园里 一名老师 因为一名孩子不睡午觉 竟然对其进行了殴打 还有视频为证 目前当地警方已经进入调查 7月17号有网友在网上爆料 说在浙江宁波一家名叫 惠博七彩园里 一名幼儿园老师因孩子不午睡 竟然对其进行了殴打 老师的行为也导致孩子 脸上出现了血痕 家长调去监控后发现 幼儿园老师还存在 对孩子进行罚站 扔被子以及把孩子 带到监控盲区等问题 目前涉事老师仍在待岗 后续原方将根据警方 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我们再来关注 深冲被拐案的最新进展 那广州增城公安 昨天发布了通报 经过警方的全力候查 7月15号 警方分别在东莞和和园两地 成功找回张某平 暗中被拐的两名孩子 截至目前呢 已经有五名涉案被拐的孩子 被成功找回 昨天广州增城公安发布通报 今年以来 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和支持下 增城警方利用智慧新侦查 在7月15号 分别在东莞和和园两地 成功找回张某平 暗中被拐的两名孩子 经增城警方安排家属认亲 两名被拐孩子 已与亲生父母相认 随着本次两名孩子的解救 该案已有五名被拐孩子 被增城警方成功巡回 增城警方表示 接下来将继续采取措施 不懈查找其他被拐的孩子 5G看移动 未来无限可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手望都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手望都市 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 最高可以获得千云现金奖励 继续来看新闻 长城市民杨女士 2018年在英伦小镇 买了一套住宅 最近整个小区30多栋楼的产权 都办了下来 可唯独杨女士家的这栋 无人理睬 杨女士不明白 我家这栋 咋就那么不可爱 2018年的6月15号 英伦小镇买的那个商品房 是A17栋 一年多以前 其他的28栋都已经入去下产权了 然后只差了我们 一共是6栋 2019年末 因为这6栋楼 无法办理产权的事情 居民就找到了辖区政府 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 当时政府部门 给这6栋楼的住户 下发了一个文件 就是给我们批的特例 说我们这6栋 可以一起下产权了 等疫情之后 其他的5栋 就可以办产权了 但是没有我们10栋 10栋 10栋有一个门市 没有盖完 是因为差后面的厂房 啥时候也拆不上 那我们还能无期先等下去吗 随后记者来到了 英伦小镇销售中心 了解情况 开发商 吉林省恒利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裴莉莉介绍 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 从交付房屋的那天开始 720天内办理产权 如今A17栋 还是在约定期内 至于产权办理困难 他们也很为难 A17我们正常按约定时间 没到下整天时间 18年是一月份缴的 因为这个A17里边 有一户门是没见 所以把它单栽出来了 在开发之前 对于那块地 是已经买到了 还是都已经拿到的 我们是整个地 我们都已经拿到的 但是它里边有一些冻钱 冻钱不是我们开发商 个人原因能解决了的 这个周边的冻钱问题 它属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不单纯就是 我靠我开发商能力 我能把它冻钱走的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 规划和测会核实这一块了 然后规划 规划局这边 把住宅的部分 都已经给规划 就是那个实册了 有门市的时候 它提出这个面积 涉及到共产系组 因为你门市没见 它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实册 所以这就是测绘 和规划这边 他们俩就是 就是现在就是卡到这了 我们也在跟他探讨 看看能不能 就是单独把住宅这个部分 能不能先坐了 然后再做商业这个部分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 长春市房地局 房产档案馆测绘管理科 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商业有用 未完成建设 所以我们的规划 有明确的要求 房产测绘是以 动为单位进行的 所以这个房子 属于未完成建设的房屋 我们没办法进行测绘 因为你供他的面积都没 没办法决定 按照测绘科工作人员 给出的说法 问题还是出现在 A17栋的完整性上 那么目前A17栋的未建门市 什么时候能够拆迁建设 对于这栋楼比较复杂的情况 能否特事特办呢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 长春市宽城区政府 宣传科的一名田姓工作人员 帮助记者联系了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最后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区里边有专门有一个产权工作专班 他们也到实际去看了 跟那个开发商店 那个当地的群众他就交流了 严格按照这个程序 一直往前推进 推进到什么时候 推进到什么进度了 我就会继续跟你沟通 中央都市张默新南报道 政府职能部门表示正在推进 但对具体问题并不具体说明 让人很难相信 要我说具体工作 咱都不怕麻烦 给个说法 不至于这么费劲 出问题不要紧 只要公布处理问题的进度 老百姓就谢谢您 还是房子的事 现在又到了一年装修的旺季 好多小区都是叮叮当当 屋檐瘴气 装修没问题 但有一点要牢记 就是承重墙 你可不能当儿戏 据刘先生讲 所住居民楼楼龄 达30年左右 如果楼体的整体承重结构 遭到破坏的话 一旦出现危险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在发现楼上 有拆除承重墙的情况后 立即前去阻止 但是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装修始终没有停止过 我找他承重墙 他不管 你爱上哪个上哪个 先找的物业 物业给他下的是整改单子 必须停工恢复原样 单子就在他门上贴的 住建部门昨天也来了 他也给他 昨天也下一个行政的执法单子 采访中 同楼的其他业主 向记者表达了 对于承重墙遭到破坏 所带来的担忧和隐患 要求当事业主 以及相关部门 能够尽快地将问题调查清楚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为了核实情况 记者来到了刘先生 所反映的问题业主家 此时没有装修工人在 敲门后无人应答 根据刘先生提供的照片 记者注意到 装修过程中 原屋内的钢筋 确实有被破坏的情况 那么问题该如何处理 记者来到了单元楼 所在辖区的安顺社区 负责人表示 经现场查看 问题属实 昨天下午四点的时候 我们社区的这个网阁长 还有街道的城管科 执法局 还有咱们七开区的 这个是房管局 就一起到这家去了 打开门之后 就是有人在施工 然后就叫停了 社区负责人表示 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各方 将问题解决 下一步会继续和房主 取得联系 希望对方尽快出面 去房管局给的下的 这个告知胆 限他三任之内 让房主必须得到 我们去房管局 去自己做申诉 申辩 就你来说明这个情况 如果说三任之内 你不来说明 那我们就视为你 知法犯法 意思就是 那我们就该走程序 走程序 该触罚触罚 目前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介入此事 已经下达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 要求该护业主 15日内 恢复原状 采取加固措施 并处以5000元罚款 守望都市 军阳星南报道 装修可不能只顾着 自己得劲 尤其承重墙 那可是整栋楼的事 私塞承重墙 不能耍横 但有些事 必须强硬 15号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对一起战具拍卖房屋 拒不腾房案 进行了强制腾签 面对执行案警 房屋战友人 孙某拒不搬迁 甚至扬言 你要敢动 我就死给你看 面对法院执行行动 拒不搬迁的这名男子 是房屋战友人 孙某 但他并不是该处 房产的所有权人 事情从2017年说起 张某因拖欠银行贷款 被起诉 法院依法将张某 抵押的房产拍卖抵债 2020年2月19号 买售人通过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以90.4万元 公开拍下该房屋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多次对 房屋战友人孙某 下达执行及搬迁通知 但孙某坚称 该房产早前 由被执行人以物抵债 让其居住 拒不配合法院腾房 7月15号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依法开展强制执行行动 在确认屋内无人的情况下 执行干警进行强制开锁 并对屋内物品 进行了拍摄留证 这时孙某赶了回来 扬言跳楼来对抗执行 那我跳楼 跳楼 跟你好好商量 能听我能够话一听 我不也跟你们好好商量吗 那我找地方搬家不行吗 是不是一两天 我找个地方 我给你通知 通知你 我这个电话都应该 法官向其释法明理 讲授实现债权的合法途径 当众播放前几次通知 孙某腾谦的音频 经过几番耐心劝解 孙某最终放下了对抗情绪 表示愿意配合 腾谦工作顺利完成 守王都市印德海军报道 腾谦案件 历来是法院执行工作 的难点 当事人往往拒不配合 对抗情绪强烈 使得该类案件 长期难以直截 严重阻碍了 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及时实现 但是要提醒这些当事人 就像刚才一样 我们执法干警 有很多高效的执行手段 态度可以温暖 执法必须从严 因为司法公正 没人可以挑战 自来水水至浑浊 居民吐槽 用水难 水上特别浑的 不能饮用 不其实做饭 福天里顶地日 邪陷没吼 耗食费力 不方便打嘴 那水不都吃 做饭的水也没吼 福天盲润水 啥时是个头 守望公司 今日关注 接着看新闻 前不久 天津警方接到一起报案 报警人称 自己被一个朋友 给骗走了五千块钱 民警经过调查 发现这个朋友不简单 一人分射两角 且演技精湛 一看为了骗他 就没少进行排练 打来电话的罗某和刘先生 四五年前就认识了 那时候刘先生在保底区开茶叶店 罗某就在他旁边的饭店里打工 没事的时候 罗某就会到刘先生店里去聊天 一来二去成了熟人 不过后来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这回罗某打来电话 要跟自己合伙做生意 一开始刘先生也有点怀疑 赶紧找身边同样认识 罗某的朋友进行核实 我核实了一下子 的确他也给他们打了电话 因为人家都做着生意 没有时间 就跟他合作 又找到我 罗某告诉刘先生 他们公司可以先把收购款打过来 刘先生再去收购版例 并且每公斤的收购价格 明显高于市价 所以这笔生意是稳赚不赔 不过需要刘先生 先给公司的采购员 五千元好处费 要不然这个好买卖 可就要便宜别人了 随后就一个自称是 采购员沉洁的人 与刘先生互加了微信 催要这笔好处费 但五千元好处费转过去 罗某的态度就变了 再联益他就联益不上我 一直又等他半个月 我才到派手包 罗某共认 自己最近手头紧 就冻起了歪心眼 目前刘先生被骗的五千元 已被追回 犯罪嫌疑人罗某 因涉嫌诈骗 被保底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有的朋友真是不能拿真心 跟他相处 别说朋友了 下边这亲老公都不靠谱 前两天 家住深圳的胡女士 收到丈夫的一条微信 微信里说 媳妇 为了挣钱 我本来打算卖肾 现在有一点后悔 可人家很认真 把我控制住 朝你要赎金 胡女士吓得赶紧报警 等警察找到之后才发现 绑匪和人质 都由她老公一人担任 接到报警之后 办案民警通过视频追踪 很快就在监控里面 发现了胡女士丈夫的踪影 但是奇怪的是 通过监控画面显示 其当时独自一个人 骑着单车 往东莞方向行驶 身边也没有任何人同行 尽管疑点重重 但考虑到人命关天 办案民警 立即前往东莞展开侦查 等办案民警 找到这名所谓的人质 周某的时候呢 却发现他正坐在街头 悠闲地喝着水 身上也是毫发无伤 更没有被绑架过的迹象 经审讯周某交代啊 自己因为网络赌博 向亲戚借债三十万 欠还款日期 马上就要到了 而自己手头上呢 又没那么多钱 于是便想出了 因卖肾违约被控制 骗取赎金的想法 目前周某一涉嫌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被依法行政拘留 提醒电视机前的老公们 千万别跟媳妇说谎话 一旦被逮着了 太尴尬 要说起尴尬 下面这位玩得更大 实力给我们演绎了 什么叫卡 那就是动弹不得 上不能上 下不能下 交警巡查发现 有很多行人翻越护栏 十分危险 于是就安排摩托车 进行巡逻 正当一男子翻越护栏时 被两名知情民警 一前一后给包围了 此时男子一时进退两难 不知咋办才好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随后民警将男子 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后 对其进行了教育 并依法出以二十元罚款 下面这男子竟然还挑衅起了交警 一男子边骑着摩托车 边拍视频挑衅交警 视频一传到网络上 就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视频流出后 有正义网友就立马举报 当天拍摄视频的男子 就被抓获 并依法做出处理 而且这驾驶员 不仅是无证驾驶 开的这摩托车 还是无牌照的 最终此男子 被处以刑事拘留 五日的出发 下面这司机也太糊涂了 交警夜查酒驾时 一辆小车突然疯狂冲卡 撞伤一名辅警后 又撞上了前方正在行驶的车辆 男子第二天被抓获时 称自己嚼了槟榔 怕被测出酒驾 所以闯卡 由于男子的酒精含量 检测为零 所以事发当晚 他是否存在酒驾行为 民警还在调查核实当中 目前此男子因涉嫌 妨害公务罪被刑拘 下面要给这名司机点个赞 一大货车起火 火势凶猛 浓烟滚滚 起火时附近就是加油站 情况十分危急 而且这里处于闹市区 一旦发生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司机便冒着生命危险 一路空飞数公里 开到了没人的地方 最后消防部门也迅速赶到 将起火大货车扑灭 无人员伤亡 本节目共同度 大家精彩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在西瓜视频APP 搜索观看守望都市 未来水手质红浊 居民吐槽 用什么呢 人都别混啊 不能饮用 不其实是做饭啊 应急的运水车停泊院外 距离挺软 福天里顶链日 鞋横拎头 厚实费力 我一天里接了餐厅 不然没打准 没那水不都是 开车主的 说做饭的水也没有 记者走访问询原因 物业水物 杂解时 福天忙运水 杀实是个头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守望都市官方微信平台 提供新闻线索 已经采用 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继续来看新闻 家住长春远洋干纳小镇的 王女士向我们反映 说大热的天 家里的水十分浑浊 根本不能用 我们说是不是因为 小区的水箱脏了 需要清一清 可王女士说 之前水挺好的 就是清完之后 才犯的病 我是远洋一期的 高层这边的业主 从一周前 物业通知 说自来水给清理水箱 要停水 然后我们就等着 等着一天之后 停水完 来水之后 水是特别浑的 不能用 不能饮用 为了证实业主 所说的情况 业主向记者展示 测试了浴缸中的存水 沉淀在浴缸底的沙粒 清晰可见 为了能有更加明显的对比 记者找来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一杯装入桶装纯净水 另一杯则现场 介入了自来水 对比十分明显 可以看到 从水龙头接的自来水 明显浑测 这样的水质给业主的生活 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一到夏天就停水 给我们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 洗澡 洗衣服都不防备 尤其是做饭 不能老是临时打鼓 停水了 整个水车来 是不是老是整个水车来 混了我们 业主还表示 小区的物业管家 也曾在业主群中 反复强调 自来水不要饮用 为此小区门口 还特意停放了一辆 供业主们日常用水的 应急供水车 由于小区内部人车分流 车子无法开入小区 该小区园区又比较大 业主只能步行取水 十分不便 这个水就是日常 就是使用 你用的话还得买自来水 对 做饭做菜的 就割它 一天得接几桶啊 对吧 接好桶呀 我一天得接两三一五 那这年水大了 接水也不方便 那不方便找人 那水不多吃 你就得这么接 现在吃的太不方便了 你这 喝的水 你倒是上开车出来提 要不然你吃饭也不行 做饭的水也没有 那么居民的生活用水 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恢复正常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跟随业主 前往小区物业了解情况 海水上我这边问了 说那个检测报告 什么时候能处 他说这边需要 那个做细菌配纸 大概是24小时以后 能处报告 但是一定高老百姓呢 就是不能喝 因为这个检测结果 没出来吧 就是谁也不敢担任责任 此外 该负责人还表示 小区的供水问题 属于遗留问题 相关部门每年 也都出具了解决 和维修的方案 经过近期的排查 相关部门也做出了 下一步的规划 为什么现在就流出来的水 还会有一点方法 过程 就是那个 随着进来的水 稳定的话 就是放个一天两天 就是水厂 都经过层层过去 怎么进来的水 不会那么浑呢 因为咱们这边 肯定和施工有关 前一段是 不停水施工了吗 今年九月份吧 大概在今年九月份 在那个圣太大街 有一个从市里来的 一根杠 直接接到咱们 第二站工站 就不走 那个经测水电所了 然后那个能解决 这边的一个供水问题 守望都市 赵新张阳报道 现在正是浮天 用不了水可太要命 可是王女士却说 也还行 因为我们都习惯了 每年都会有那么两天 这水就犯这毛病 水可不是小事 不找着根可不行 于是我们的记者 也来到了 长春静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了解详情 下午一点 记者来到 长春静越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雇用事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接待了我们 他表示 目前长春市内的大部分供水管线 是由市政的一次网供水 再由小区物业进行二次加压 形成二次网供水 相当于是两部分 一次网过来和二次网过来 它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水质的不好 但是一次网 几乎不会造成这种状况 因为属于水游集团集中管理 在一个它在处理的时候 水质管控的就比较严格了 然后到二次网这段呢 它有可能发生水质的软化 也会在水箱内 该工作人员表示 在小区物业二次网供水的过程中 可能会由于小区年代久远 水箱内的水购沉淀 进而导致水质浑浊 但业主们却表示 物业年年都会清洗水箱 又为何还是会年年地出现 水质浑浊的情况呢 随后记者致电 长春市水务集团 经过协调 两位工作人员也表示 会将记者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记录 并于近日到远洋嘎那小镇 了解并调查相关情况 截止记者截稿前 记者又收到王女士发来的物业通知 并表示 经过水务部门的排水检测 目前二次网供水水质 已达到饮用水标准 检测报告也将会于近日 向业主攻势 死亡都市赵新张阳报道 咱们就不说水是生命之源了 但既然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不管有多少困难 还是应该早日把它解决圆满 水要保护好 需要保护好的 还有下边这鸟 近日有摄影爱好者 在河北省五强县天平沟 拍到了震弹鸦雀的身影 别小看这鸟 这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鸟种 而且已经被列入到了 国际鸟类红皮疏 是全球性的宾尾鸟类 目前仅分布在我国少数几个区域 所以各位有福了 很多人一辈子可能见不到 我们就可以马上见见这鸟中大熊猫 近日摄影爱好者 在河北省五强县天平沟安家附近 拍到了一对被誉为 鸟中大熊猫的震弹鸦雀 据了解震弹鸦雀 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鸟种 由于这种鸟的第一标本采集 是在中国南京发现 所以定为震弹鸦雀 目前震弹鸦雀已列入 中国国家林业局发布的 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 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和国际鸟类红皮疏 是全球性宾尾鸟类 少见的除了刚刚这鸟 还有下边这草 最近有人在云南宝山昌宁县 得到了一株大灵芝 有多大 这么说吧 一个脸盆装不下 市民灰雪莲 在一处农贸市场赶集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了这株巨型灵芝 采到灵芝的老奶奶 要价1400元 灰雪莲也没奖价 直接就买了 逃到宝贝的灰雪莲很兴奋 她在各大网络平台 都修了一下自己的宝贝 一下子 这朵漂亮的大型灵芝圈 成了网红 这株大灵芝 直径长达80厘米 高39厘米 重量也达到 惊人的12.17世金 这株灵芝不仅个头巨大 而且外形奇特 据当地灵芽专家介绍 仅凭外观 无法判定 这株灵芝菌是野生灵芝 还是人工种植的灵芝 要判定就得做欺骗检验 无论它是野生灵芝 还是人工种植灵芝 这么巨大 如此漂亮的灵芝菌 都极为罕见 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和药用价值 体育方面的消息 东京奥运会受疫情影响 不得不延期举行 昨天东京奥组委公布了 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日程和场地 让很多像我这样的体育迷 有盼头了 昨天东京奥组委会公布了 东京奥运会的全新比赛日程 东京奥运会将于2021年7月23号 至8月8号举行为期17天 共设33个大项 339个小项的比赛 根据赛程将在当地时间 7月24号早8点半进行的 女子射击十米气步枪决赛 将成为本届奥运会的首金赛事 此外 8月7号将进行至少34个项目的决赛 这一数字为奥运期间单独比赛日之最 再来关注疫情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 巴西的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 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200多万 月居第二 有媒体日前发现 此前确诊新冠肺炎的巴西总统 伯纳索罗 最近在出席生起仪式时 身体在轻微地晃动 但是他自己坚称身体并无大碍 15号当天 波索纳罗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生起仪式 有媒体发现 波索纳罗在升起时 身体似乎在轻微晃动 不过波索纳罗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并且几天后将再次接受核酸检测 一旦结果转为阴性 他将恢复正常的工作计划 作为西欧方面 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西班牙 目前累计约26万人确诊 28000多人死亡 当地时间7月16号 西班牙政府在马德里皇宫 举行悼念仪式 仪式由国王菲利佩六世主持 约有400人出席 其中包括首相桑切斯 欧盟委员会主席封德莱恩 是位总干事潘德赛 死者家属及医护代表等 他们都戴黑色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并为死者献上白方 因为无法忍受关于戴口罩的谣言 近日一名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外科医生愤怒地拍下一段视频 他用一台血氧仪 展示了自己的血氧饱和度 并不会因为黑戴口罩而发生变化 希望借此向那些不听劝 不戴口罩的人证明 口罩不会减少人体内的氧气 他还在视频结尾处呼吁人们 别再编故事的 让你们戴口罩 你就照做 别那么自私 全国销量摇摇领先的知识三奶 掌知识啦 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常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市频道全新布局 守望都市完整版 华丽升级更前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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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爆炸 我现在的位置是长沙 更运气 车当时是没位置受到的交流 更犀利 有没有所在卖角 他们的运力不足 显然不足以更深度 都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那我只能看一张课 每天75分钟 电视 网络 彭副 现场 监听 调查 先天报款 看点 热点 焦点 点点不辣 更有新媒体平台 24小时更新 关注本地名声 网络天下热点 守望公式 熟我好看 欢迎回来 我们看一下观众的留言 今天留言基本上都和 这个温路地下隧道 车辆自然的这个事故有关 你看这个心平气和就说 我昨天还路过了呢 但是是在事故发生前 有点后怕呀 看着还是挺危险的 那还有网友说呢 人没什么事就好了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要慌乱 要有秩序的撤离 这个提醒还是很必要的 那叫江湖的呢 是说 昨天看到视频的时候 还没行字是长春的事呢 以为是外地的 真的是太危险了 幸亏 没有人员受伤 还有网友说 我觉得在车里配一个 这个车灭火器呢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没事最好 有事咱也不怕 其实刚才咱俩也在聊 我说这个 我身边有朋友 也发生过这种事 很危险 但如果备好这个 灭火器之后呢 谨慎地不慌张 还是能够迅速地 处理好事物 保证人员的安全 那好的 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稍后播出的 经典剧场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都市创业大戏 在远方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